就这种毫无艺术价值 毫无收藏价值的千纸鹤 却被他真知重知地收了起来 那一种感觉 就像是用镶嵌满珠宝的盒子 装着一块石头一样 丽北觉丝毫不觉得自己小题大做了 在他的眼睛里 这个房间里没有任何一样东西 比这一些千纸鹤重要 他拿起其中一个 尽量地在不损坏脆弱的纸张的情况之下 拆开来 已经皱巴巴地牵纸鹤 转眼间就被拆开了 只见里面写了一行小字 希望今年 丽北觉也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 顺顺利利 他的阴谋 肃然就柔和了下来 就像是星光掉进了他的眼睛里面一样 那一双漂亮的眼睛 璀璨地让人移不开眼睛 他反反复复地把那一行简单的字 看了有十几遍 这才小心翼翼地把脆弱的纸张折好 放进了一个透明的玻璃瓶子里 玻璃瓶里已经放了二十几个同样的纸张了 除了叠千纸鹤的纸张之外 里面还装着几个小星星 带着夜光的小星星 在有灯光的地方看起来和平常的星星没有什么两样 他却记得那一些星星在水里闪光的样子 丽北角做完这一切之后 把玻璃瓶放进了保险箱 重新把保险箱给锁了起来 波纯勾了一下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一看来电显示 他立刻接通了电话 与此同时 书房叮的一声响 投影仪自动放了下来 透过电脑投影出了手机视频里的人 他拿起水杯 抿了一口 把手机正对着自己的方向 视频上的人立刻说 你刚洗完澡吗 嗯 丽北角放下水杯 目光灼灼地看向墙上的人 赤恩恩 念书给我听 现在 赤恩恩愣了一下 她今天的工作都处理完了吗 看背景 她应该是在书房 赤恩恩沉吟了一下 问道 你要睡了 这个女人是什么意思啊 不想睡 就不能听她念书 丽北角皱起了眉头 八道地命令道 不睡就不可以听你说话 当然不是了 只是你不是说 要听我念书吗 你觉得 你还有什么 会比念书的话更多的 她是想要听她说话 就是因为想听她说话 才让她念书 因为只有念书 她的嘴巴才能不停地说 她也能够不停地听到她的声音 赤恩恩还没有听过这么强盗的理论 额头滑落了三根黑线 郁闷极了地 随手找了一本书 开始念起来 根据合同法规定 她刚刚才给吃宝贝和诺诺讲了故事 现在又马不停蹄地给大的念书 一晚上下来 她都怀疑自己的嗓子还撑不撑得住 好在 佣人提前给她泡了一杯蜂蜜水放在旁边 赤恩恩一边喝着水 一边念起来 舒服多了 经济领域的发展规划 我们应该 她真的觉得 自己是哪根筋搭错了 才会在大晚上这么忙的时候 跑来念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合同 赤恩口水都说干了 总算是把手里吼吼的一塌合同念完了 抬头一看 才发现视频里的男人 躺在书房的沙发上睡着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她躺到沙发上去的 赤恩恩慢慢地放低了声音 看着她疲惫的睡眼 开着视频 打开了笔记本电脑 继续起了她的工作 一夜好梦 丽北爵是被电话吵醒的 睡醒之后 她才发现外面的天已经亮了 该死的 她昨晚上什么时候睡着的 她从沙发上坐起来 没有想起昨天晚上 具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她抬起头 一眼就看到了墙壁上 还显示着迟恩恩的书房 书房里已经没有人了 应该是去睡觉了 她昨天晚上就这么地开了一夜的视频 她揉了一下发胀的太阳穴 拿起手机 发现手机已经没有多少电了 屏幕上 电话还在闪烁不停 她接起了电话 说 绝业 已经到了您之前吩咐过的行程的时间点了 您看 丽北爵抬头 看了一眼墙壁上的石英钟 已经是早上九点了 她今早上有一个军区会议 必须要九点半到场 我马上到 她干脆利落地挂上了电话 丢下手机 到衣帽间里换了一身衣服之后 拿起手机和外套 出门去了 她没有注意到 自己刚下楼 就被人看在了眼里 马上一个电话 打到了丽家城堡的客房 客房里 早就准备好了的人 立刻出发 丽北爵刚到城堡门口 司机马上迎了上来 绝业 开门 是 司机拉开了车门 他整了整西装扣子 刚要坐进去 忽然一个顽固的声音传了过来 北爵哥哥 这个声音是 丽北爵的眉头能够夹死苍蝇了 斯嘉丽仿佛没有看到 他难看的脸色一样 小跑着往他这一边跑过来 手里还拿着一个什么东西 像是找他有事 还没有跑到他的面前 忽然 斯嘉丽脚下像是扭到了一样 整个人往他的这一边倾斜 丽北爵本能的反应是想要避开 但是骨子里 丽家的绅士教育又让他条件反射地伸出了手 扶住了险些跌倒的人 斯嘉丽的胳膊被人扶了一下 让他免于摔倒 他嘴角露出了一个欣喜的笑容 刚要说谢谢 扶着他的男人已经像是碰到了什么细菌一样 松开了手 脸色极度不悦 下一次要是再跌倒 跌远一点 斯嘉丽脸上的笑容一致 到了嘴边的谢谢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他尴尬极了地说 北爵哥哥我不是故意的 刚才脚下不小心踩了一块石头 才会差点跌倒 我不关心你怎么跌倒 下一次离我远一点 那个口气 恶劣的就像是在说 下一次倒是远一点死的感觉 斯嘉丽翘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一阵紫 憋了好半天才隐忍着委屈说 北爵哥哥 我做错了什么 你这么的不喜欢我 他的样子就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一直以来伪装的坚强都在这一刻撕裂开了 他再也承受不住了一样 性眼里泛着水气 应运着漂亮 连司机看到他这个样子 都忍不住地生起了同情心 想要好好的呵护他 但是斯嘉丽想要呵护的人 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冷峻的脸庞坚硬如铁 阴谋伶俐地看着他 一点情绪波动都没有 除了不耐烦就是不耐烦 哪一条法律规定了 我一定要喜欢你